Wisholi I could see you plan 怎麼樣 要開久了嗎 想要拿一年的呢 沒有啦 這個是房朝香 通常我的比較好的包包 皮健的包包 就會住在這個小豪宅裡面 噔喊 這就是他們家的經典系列 這個呢其實是我第一次演完台語劇 於是呢我就買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個精品 那人生中的第一個精品呢一定就是要非常的經典款 然後呢可以背個20年 那現在呢我媽媽就也常常背它 因為她覺得就是就算她經歷了非常久的時間 她還是非常的耐用 大媽有沒有很小很可愛 其實我那時候買它的時候還不流行這種小size的包包 拍世間情的途中不是有一陣子國家家失蹤了嗎 然後那陣子呢我就剛好帶我媽媽去日本度假 我就想說天啊我每天日曬雨淋然後被車撞 所以我就一邊好好犒賞自己一下 再來呢介紹大家這個Kelly好了 她是我拍完甘味人生的時候就帶我媽媽去歐洲玩 就覺得說演完一部戲就要好好的犒賞自己一下 就是才有在賺錢的動力好嗎 我們不是拜金我們就是要為自己努力找理由 就是這樣子我們才有奮鬥下去的力量 這支非常大的跟我身體一樣大的LV水桶包 是我人生第一個真正的名牌包 這個是我媽媽送給我的 然後它是在慶祝我終於神奇的奇蹟似的考上大學 大學第一天在美國炫耀的感覺 除了這個是我媽媽送的之外 其他的全部也都是我媽媽送的喔 這邊謝謝吳媽媽 因為她本人就是還蠻懂時尚這一塊 那我本身在進演藝圈之前其實是一個時尚災難 所以其實不是很明白這些東西 所以呢它就是全部都是她用不喜歡了 或者是用舊了我才接收 然後接下來這個呢我告訴你我人生第一個小箱 其實它雖然說是舊的 可是我覺得它保養的蠻好的 然後我覺得如果它反而是新的話 可能沒那麼好看 因為我喜歡它有一種這樣子 霧霧霧面的感覺 這個呢是一個法國的牌子叫UNIFORM 然後我就這樣經過那個店 然後我一直看一直看看得半年之久 我覺得這太可愛了 我有一天一定要把它買下來 於是我就提起勇氣走進去問說 請問這個多少錢 然後店員好像就帶有一點三東槍 然後她說這個是三萬八 我說喔好 然後她說三萬八好像 好吧 咬著牙買吧 然後我就刷了 她說霧霧這個卡刷不過 還是我幫你分兩張刷 我說好啊好啊 結果給她刷了之後 咚咚 刷地這樣我的結菌就來了 凝隱消費六萬二 她說你分兩張刷 總的第一張除以二為什麼是六萬多塊呢 然後她說 請問這個包包是多少錢啊 她說喔這個啊 是這個包包是十三萬八 哈哈 她居然說 三東槍 所以不是三萬八 是十三萬八 哈哈哈 她說 因為第一開始我以為她說是多少 她說是三萬八 沒想到是 是三萬八 不是三萬八 哈哈哈 但我頭已經洗一半了 好 她說她第二張給你 她就是給她第二張卡片 咚咚 這是我人生第一個超過十萬塊的包包 然後我就說她這個包包之後 我就走在學蓋圓環下 我就一個人睡著天空說 我剛剛花的是誰啊 我要把它買 哈哈哈 然後這邊是包包 給背包啊小包都放在這邊 然後一些旅行包都在那上面 媽媽會給我一些飾品嘛 但她也會給我很多的衣服 這一套超級新典 我覺得很酷 它是有一套的 我一定可以想像我媽穿這一件 對這個包包很可愛 它有一個小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兩個 這真的是80年代的時候媽媽在穿的 我媽媽是雙子座 所以她裡面也是少女性 她就很可愛 她喜歡買很特別的 我媽媽跟我的style有一點不一樣 比較特別的就是 這是我第一個自己買的包包 那時候是在高中 我記得好像是John Galliano幫他們設計的 我那時候就喜歡Dynam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Dynam 接下來這一區 要好好慎重的介紹 以表示我的慎重 我要去換一套彎底服 來介紹 沒有開玩笑 這一區呢很慎重喔 大家一定想要看這一區對不對 就是包包區囉 準備好了嗎 我以前是個愛亂買包包的人 現在還是有一點 現在還是有一點 在去年的時候 暑假我們去迪士尼玩 最後我趁大家在還推車的 那短短的五分鐘 我就進去店裡用手刀的速度 看到了這一個還有另外一個 也背腰包 我一定要買個東西回去啊 我怎麼可能在迪士尼沒有買東西呢 因為今年很流行腰包啊對不對 很可愛啊 然後這一個呢我就拿了之後 我就覺得太可愛了 這上節目一定可以用得到 對不對 你看多拍 好像還好 好那我們來講點成熟的包包 那我個人是非常的幸運 就是說在認識包包的路程上面 有很多的貴人相住 我的第一個名牌包 當然就是我老公送給我的 那時候在節目上面 然後雖然它是二手的 我很喜歡它有一點舊舊的感覺 我覺得拿起來其實還是滿有味道的 這一區呢就是我歷年來收集的所有的包包 都放在這邊 這一個就是 女人都夢想有一顆小香 這就是我人生第一個存錢買的香奈兒 我是買Boy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那種鐵鏈的 所以它看起來是比較個性 有時候我的穿著會比較個性一點點 它比較適合 我一定要介紹這兩件衣服 因為它算是讓我真正 接觸到時尚產業的一個關鍵 這個呢就是之前H&M跟Vaumont聯名的系列 我是自己就是徹夜去排隊 就排了十一個小時 現在想起來就覺得很crazy 是不是感覺身上去 可以跳個什麼 跳個什麼舞之類的 買到之後 然後我就自己很假的拍了一組時尚大片這樣子 就自己用相機跟朋友去拍 結果竟然很幸運的 可以被國外官方看見 而且這件衣服啊非常非常的重 而且你知道 就是你知道可以當啞鈴的概念 那時候我LP出了一系列的那個塗鴉的 我就買了一個小包給自己 然後買了一個大包送給老公 哇 搶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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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 來入鏡一下 我說這是我送你的 你有沒有很喜歡 我喜歡啊 在機場拍照的時候都超帥的 很帥的 然後就是有這種青綠包的感覺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人生第一個名牌包 就是 LV的Speedy 很可愛吧 這是我20歲的時候那時候去歐洲玩 在歐洲買的 第一個Chanel就是 Boy系列的 這個是我生Mia的時候 就是犒賞自己的禮物 這是我在21歲的時候 我用我自己存的錢買的第一個Chanel的包包 它可以拉長可以變短 我會買這個包包的原因是因為呢 我覺得它非常的帥 第一個Chanel就買這麼大 第二個寶物就是 LV跟甜甜號的包包 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我非常喜歡 因為它非常好搭配衣服 當初為了要買這個包包 我很多朋友在國外幫我排隊 然後你看它的容量非常非常的大 真的很大 其實我本人我就是很喜歡就是 Oversize的那種包包 尤其是越大我越愛 我平常又愛吃零食 各種東西你隨便一撈就有了 我相信流行大包的趨勢很快就要回來了 這是我在日本的古董店找到的 對 因為我覺得它很有味道 它就是我 我自己稱它為拇指包啦 很像媽媽跟女兒這還可以拆掉 所以我覺得很喜歡它很有 很有氣質的感覺 我是台北的身體 但是我的靈魂是花蓮的靈魂 那我一直非常嚮往像這樣子 就是純樸大自然的生活 對於這個環境就是相當的熱愛 那你們現在看到的呢 是我在花蓮家的衣櫃 買的第一個名牌包 這個包包的原因是因為 我很喜歡它設計的這個 上面很像雕刻的圖案 這些圖騰 然後還有這個牛頭 就是它帶有一點的強悍 可是呢 整個包包的造型又是相當的女性 那時候一看到我就覺得 好 少吃一點沒關係 好